好 我请教敏鳳 怎么解读南投这一战 我觉得这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 是蓝绿有变盘 那我觉得赖清德的这个情况 就越来越好 那你相对的 国民党就陷入一个 更混乱的情况 你这样的陆战是打不过空战 你从中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那当然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自己没有自身的这个知觉 我觉得他 他可能觉得说 他跟朱立伦之间 如果去太多 可能大家会觉得是诸侯之战或怎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今天国民党在处理 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你朱立伦 你朱立伦的这个方式 是我就是要公平 要怎么样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这样子处理 那你就取决于侯友宜 可是如果你朱立伦是真的像说 什么党内讲要推最强母鸡的话 那你就应该自己这个 没有啊 我刚刚还帮朱立伦讲话 不会下蛋 不会出现的母鸡 哪来的最强母鸡 对 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你说除了侯友宜没有助选之外 朱立伦处理这个党务的东西 操盘的或是危机处理的部分 还是属于党中央的啦 那你看赖金德这次 大家就讲说都用正规军了 我秘书长 我副秘书长 我要担任这个选举 我就出来骂人 不像上 不像九合一 我就叫侧义 叫网红 那些人根本没有公信力 然后你还出来骂谁 出来骂谁 我们就更讨厌你嘛 那你同样你 你这次党中央 如果你要打这些所谓 替李明珍消除这些东西 第一个你不要提名李明珍嘛 因为李明珍 你就是因为李明珍的儿子 没有赢过蔡培惠 他民调不是第一名 所以你就做这个 私乡受受的事 然后故意叫他老爸出来嫌 帮你护住这个位置 这从头就错了嘛 那我觉得侯友宜 侯友宜也许很讨厌这样做 但是侯友宜 你自己有没有认清 你自己的这个角色 赖金德下去 不一定会赖 大家都觉得不会赖 可是赖金德还是撩下去了 可是那你侯友宜 如果你想选2024 你也要像一样 要泪青的一样撩下去 不管好坏都要撩下去 都要承担 那你今天人家觉得说 我打个岔 盧秀燕 盧秀燕上个礼拜说 他没有要选总统大选 那盧秀燕有没有去南投服选 他有啊 有嘛 那盧秀燕是笨蛋吗 是白痴吗 是有要参选总统大选吗 没有啊 啊所以呢 政党竞争本来就是一个团队合作啊 侯友宜事实上是过度计算啊 所以他这点就会减损他在党内的这种 大家支持他的声音嘛 他等于是帮自己找麻烦嘛 没有 这事实上就不是一个领袖的作为嘛 所以 耐清德为什么拼成这样 耐清德拼成这样就是他当老大他要去第一线冲啊 他也并不一定冲赢 但是他是老大他退无可退嘛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局势还没有做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他这个侯友宜的这个情况呢 已经逐渐在消退中 如果他没有再说这个有一个重新振作的气氛 我觉得所谓国民党内最强母鸡 可能就会洗牌了 那个洗牌东西的 我想郭台银也不会进来啦 因为他 没有我认为国民党现在没有母鸡啦 而且母鸡都不会下蛋 就是最 所谓最强母鸡已经 不下蛋之外 可能还折脚了 所以这个东西 就变成说 这个本来有一只很目标 明显现在目标模糊了 这就很糟糕了 这就很糟糕了